加入我們的KPTV 負責主機設備維護的他 竟將台坡大樓辦公室的一台相機 五顆鏡頭 價值約25萬 拿到3C店面線 同時也對店內的手機很有興趣 不斷拿在手上把玩 年輕人做錯事 他已經認錯了 也道歉了 那接下來他要去面對 他應該要面對的法律責任 王姓工程師坦誠犯行 表示因為和同事間 有口角才會偷器材變賣 贓款也全部花光光 被警方依竊到罪嫌 函送檢方偵辦 但儘管竊賊抓到了 民眾黨卻質疑 警方已偵查不公開 不願告知竊案相關內容 但事後看新聞才知道 案情早已全都漏 台北市警察局 竟然沒有告知我們當事人 結果就把所有相關的資訊 不曉得透過什麼特殊的管道 放給特定的媒體記者 民眾人感慨日房夜房 家賊男房 但他們不求在主席被羈押之際 警方能雪中送炭 但至少也別落井下石 TVB的新聞 綜合報導